哈囉大家好我是欣田 現在呢我人在台中 雖然沒有到很長啦 但是還是會偶爾就是在台灣的不同城市 一個人去走一走逛一逛 那我其實覺得一個人旅行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你跟自己獨處跟自己對話 很值得去享受跟體驗的過程 既然我就是想分享一個人旅行 那不如我就直接來一個人旅行吧 走吧 這裡 這是eSpa 沒錯我要來做Spa囉 那這間的話呢 他就是打造一個巴黎島的風格 來指一下很想出國的心情 因為常常都是坐著 所以像是屁股啊大腿 然後還有 我就是我現在也試練完了 就是我都會一直翹腳 手臂一直是我覺得比較肉的地方 就希望這些地方可以緊實一點 姿勢不良的話 其實我建議你會有可以做骨盆的課程 那骨盆的話它本身是可以調理 就是我們骨盆的歪斜度 因為有些客人的話 可能長期的翹腳側睡 會影響到整個體態部分 對那慢慢讓你回到正確的位置 那大腿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你可以做窈窕 閒體勒索 去幫你的脂肪做一個重整 促進它的膠原蛋白增生 那手臂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你可以做一個 XXS的緊縮曲線 然後是利用微電流的拉提 幫你的肌肉做一個收縮 讓你的皮跟肉不要那麼的粉開 我覺得這邊的環境很舒服很美 然後我現在呢 要先來淋浴 淋浴完之後 再去做等一下的雕塑的課程 這超可愛的 有一副這個浴袍可以穿 走吧 骨盆真的還蠻外的 你骨盆長期的外寫的話 其實你也很容易腰穿對吧 嗯 對 所以那我們慢慢要回來的話 回去盡量還是注意一下 翹腳跟側睡的話 先暫時不要做 因為你的骨盆容易外寫 而且比較嚴重的話 你的腰會比較容易痠痛 所以你會習慣性的翹腳 去平衡你兩邊的肌肉 跟你剛開始比起來不對 有沒有 兩邊比較同等高 而且它比較沒有那麼的外反狀況 有 有耶 蝴蝶袖是稍微真的有比較鬆軟的一些些 對 手比較美麗 等一下的話就是會利用微墊的部分 去刺激你的膠原蛋來增生 那它可能會有一點點小抽 都是正常的 會不會太緊 太可以 可以 好 沒有 有耶 然後你可以再印象另外一邊狀況 好痛喔 這個就非常的鬆軟 對 然後這邊 這邊也幫你做完喔 你可以看一下兩邊的狀況 好 好 欸 哇 但是其實也都不會痛 就是一點點 電流 小電流的感覺 對一點點 我待會會幫你走兩個程式 一個是淋巴循環的程式 另外一個的話是幫你做一個雕塑 像淋巴循環的話 它是會幫你多餘的水分 幫你做一個排除 那 雕塑的話可能稍微會比較有感覺一些些 現在就是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鹽盤日 我超級期待的 而且他們的那個鹽盤日啊 小石頭是非常的細緻 非常小的顆粒的 好好的流流汗代謝一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容易手腳冰冷 所以就是循環沒有很好 超舒服 我先睡囉 它這個底下還有耳頭 微微的震動 超級微舒服 好剛剛躺完了 鹽盤日 看 我整個額頭已經大爆汗 身上也都死 但是身體就不拍了 一開始其實只是覺得說 溫暖的 然後睡一睡 我突然直接熱醒 發現自己一直在爆汗走 這個是課程結束後提供的紅豆湯 養生茶 嗨 現在已經做完了今天的這個 所有的課程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我覺得SPA 那其實我會把他比較歸類在這樣子 出國度假的時候 還比較會安排的行程 但剛好也不太能出國 自己一個人 就好好的來放鬆來享受 然後我覺得女生就是真的 還是要適時的這樣子 寵愛自己一下 而且我剛剛整個做完鹽盤日 我都覺得我好像精神都起來了 感覺身體非常的輕盈 現在這樣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我自己已經很明顯的感覺到 現在的體態跟我在來的時候 已經不太一樣 因為我平常真的是非常容易水腫 還有那個骨盆的課程 我真的覺得是 哇原來我骨盆這麼的歪 好我現在這樣不能翹腳了 也提醒各位不要翹腳 我覺得我下次來要把這個行程排在最後 然後做完就舒舒服服的洗個澡 卸個妝 就可以回去睡覺了 好啦那我們再出去走走吧 好一陣子沒來台中了 所以我想要去新美成品啊 然後草屋到這邊逛逛 你知道這就是一個人旅行的好處 隨時可以做任何的電動 想去哪就去哪 走吧 這邊真的非常適合薩連戶 這邊真的非常適合薩連戶 很悠閒很慢活的感覺 剛好也可以看夕陽 給你們看 是不是很美 太舒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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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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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 但是我覺得還好 不會太甜欸 是很舒服的甜度 現煮紅茶我就會想到 就是像摩斯漢堡的紅茶那樣 我覺得雖然魚翅人雞蛋糕老實講 單價甜高 但是質感啊 美味程度 我覺得是不錯的 可以唷 來到台中 勢必要吃一下燒肉 這間是竹間鍋物的新品牌 主打個人燒肉套餐 所以一個人也可以享受一下吃燒肉的樂趣 我終於在現場後衛一小時後 順利進來用餐 我點的是牛肉順和套餐 白飯可以免費升級為蔥花玉子拌飯 老實講 我覺得肉的品質都很不錯 很好吃 但份量對我來說有點不足 飯上面雖然有滿滿的蔥 但是一點香味都沒有 湯就不多說了 我不太喜歡 最後還有一成的服務費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CP值沒有預期的高 不過還是難得有單人套餐的燒肉 便宜享受一下燒肉的樂趣 加上它營業到凌晨4點 所以很適合在半夜突然想吃點燒肉的人囉 結果也沒有想吃點燒肉 應該要先吃點燒肉 然後再放火 然後再放火 再放火 再放火 然後再放火 再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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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那現在已經吃完我的一人燒肉 那食物畢竟好不好吃啊 或者是份量夠不夠還是見仁見智啦 那就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但是比較幽默的事情是 我剛剛在查官網的時候 我發現台北也開分店了 好啦,所以其實在台北 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 好的,那我想今天的這個 藝人旅行也算是 蠻圓版的一個結束了 我原本非常擔心吃不到今天的藝人燒肉 想說這好像沒有辦法做一個Happy Ending你知道嗎 因為台中就是要燒肉啊 非常的開心,今天應該算是你們陪我的一個人旅行吧 不知道你們喜不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內容 可能行程沒有很多 一定只有一個人能去的地方 可能能吃的東西也都有限 對,但是我覺得是非常的享受跟自在的感覺 那也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非常地喜歡台中 偶爾再來個一人旅行 看看下次要換哪一個城市 好的,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是新田 記得要訂閱我,開小鈴鐺 還要繼續追蹤我,還有我的Instagram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那記得點喜歡喔 掰掰 掰掰 好啦! icks 如果你說旅行 人